大家好, 我是陶大宇 大家好, 我是梁榮忠 很久不見 很久不見, 大宇 很健身 盡力 你看看 你看看這個畫面 有多少明星看著我們 TVB果然人才仔仔 給各位一點掌聲 大宇, 今天我們來頒什麼獎 如果我沒記錯, 應該是最佳男配角吧 為何要頒這個獎 很簡單, 一看就知道我們是由低造起 小角色, 接著做配角 接著升上主角, 我們夠了經驗 即是只要大家不斷努力, 不要停 始終有一天由男配角 可以變成男主角 基本上和理論上是 多數是, 有機會是 如果作為男配角需要有什麼特質呢 特質有很多, 我隨便說一下, 好嗎 譬如說要抵得想 你知道, 通常導演都是疼愛主角 演戲的焦點都是放在主角那裡 那你真的要… 是的, 所以作為男配角要好就得男主角 你看我們就知道了 不是的, 不是我們, 是你 那如果一個男配角, 有沒有其他需要呢 有很多需要的, 我又隨便說一下 就是要看得開 通常, 你知道 男女主角拍攝電影的時候 又拖手, 又抱抱腰 也是的 當你情不自禁的時候, 又疼疼 那你男配角站在旁邊的時候 真的很激氣, 沒有自己份做 不僅如此, 演戲也要做得好 不知為何那些編劇 我喜歡把那些難搞的戲 給了配角去做 主角就什麼都好像不用做 最主要就是配角做完 但功能又給了主角 是的, 那個外形有什麼要求呢 這件事我真的不太明白 要問你, 請教一下你 外形最重要是男配角 不能英俊比男主角 不然人們就會看著配角 不看過主角 即是說很簡單 一個男配角最重要是要演戲做得好 以及不英俊 是她說的 所以今天候選的男配角 裡面應該都有這些特質 一起看看候選名單 最佳男配角最後五強 排名不分先後 張詠康, 痞子殿下 你明明以為自己只是去做一年嗎 放過他吧 林勝斌, 博, 美麗戰場 我在棺材裡 你不是很認同我的說法 吳偉豪, 回歸 你替我, 你每天在香港 有爸爸陪著你 我在內地 我每晚都等到棺杖 他還沒回來 鄧志堅, 下樓上車做 當人要全身的 請了一大棚人 全部都不做事, 哥哥卸旺 管理家 李承昌, 凶宅清潔絲 我一定要好他 打敗兵程序的天爐 我一定要先好他 不知道有沒有心水呢 好 就是說應該坐在這裡最後五強 每個人都沒有武器 既然是這樣, 最醜的那個人 喂, 聰仔 我覺得說一句公道一點的說話 我覺得這五位裡面 除了煙記好之外 每個人都是英俊和很有型的 是 拿到獎那位固然之開心 拿不到的, 我覺得不要緊 只要你繼續保持初心 繼續努力的話 我覺得拿獎那天是跟身分證一樣的 即是怎樣 一定會有 好 萬千聲輝 頒獎典禮2022 最佳南配角 下樓上車族 鄧志堅 鄧志堅, 17年加入TVB 今年在下樓上車族 飾演馬甩老爸關世孝 天生紅顏的他 月級挑戰爸爸角色 依然毫無違和感 展現深厚的演技功底 對Karen下跪一幕 更加是贏盡好評 他今晚更加是 越級得到人生中 第一個電視獎項 最佳南配角 是你了,鄧志堅 謝謝… 謝謝每一位觀眾 多謝投票的每一位觀眾朋友 多謝總經理 多謝駱小姐 多謝珍姐 多謝街道 多謝深道 多謝姜道 多謝子龍 多謝Houlson 多謝幕後團隊 每一位兄弟姐妹 多謝每一位演員 爆謝聰哥 美姨姐 哈比家族 我們全都是第一次合作 但竟然有這種火花 我相信 我相信原因是 這麼多年 每一位演員堅守他們的秀行 另外我想多謝演藝學院 我多謝劇場 我多謝跟我合作過的 多謝每一位劇場的藝術工作者 是你們滋潤了我的劇場生命 和演戲生命 多謝每一位老師 多謝我的家人 多謝爸爸 多謝媽媽 多謝你們每一位 多謝… 多謝入圍的人 其實葦葦也真是高手 另外九位的藍佩閣 我也很欣賞你們 希望有一套劇 可以找我們一起拍 最後,多謝每一位 支持下流上接族的觀眾朋友 多謝每一位朋友 多謝 最佳女佩閣 最後五強,排名不分先後 蔣家文,美麗戰場 我一定要你實在好 我… 郭柏妍,下流上車族 我一直求你吹 不如你走 這間是我比租 這間房子是我的 姚子玲,鐵拳英雄 明天一定要保住一條命 打下路向東之後 我會再乘你 劉詠璇,超能試者 通條雪我來沉沉 我又沒那麼偉大 我還要賺錢幫我爸爸上位 我看見你 羅玉兒,下流上車族 我看見… 是不是很緊張? 對 萬千聲揮頒獎典禮 2022最佳女配角 奸得底,這麼黑人生 好 蔣家文,美麗戰場 蔣家文入行15年 20年憑著出色的表現 勇奪飛躍進步女藝員 今年在美麗戰場 奸到出執的鍾佳琪 看到觀眾咬牙切齒 其中一場肉失戲、獨腳戲 否刮內心世界 令觀眾拍難手掌 更被網民推爆Ling,女配 今晚Angel再不是世紀戰爭 而是我們的最佳女配角 謝謝… 謝謝大家 真的很緊張 首先我想謝謝公司頒獎給我 謝謝曾先生、樂小姐 對我這麼有信心 讓我拍攝《美麗戰場》這部劇 謝謝你們給我的寶貴意見 另外,我想謝謝珍姐 因為你一直看著我成長 給了我很多機會、培養我 由愛回家搞我做馬子 令我這個角色深入民心 去到幾年前 你幫我改變形象 給了一個突破我 很感謝你在演藝路上 給了我很多意見 謝謝你一直都對我這麼有信心 另外,我一定要多謝葉廉森導演 因為很感謝你創造了 《反骨旗》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是令我成為我演藝路上的 另一個代表作 其實我和你相隔了10年再合作 很感謝你對我無限信任 以及令我超越了自己 另外,很想多謝這部劇的 每一位幕後的同事 因為我們用了很短時間去拍攝 大家付出了很多心血 還有每一個演員 每一個美麗戰場的演員 因為一個人是演不到戲 是我們齊心去做好這部劇集 每一個角色才令觀眾記住 另外,一定要多謝投過票的每一個人 以及每一個觀眾 因為你們的支持、鼓勵和每一個留言 我都記在心裡 因為這個獎是有你們的成就出來的 另外,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我在這個演藝路上走得比別人慢 但是我在訓練班出來 我真的看著很多師兄師姐 在一步一腳印地走出自己的成就 所以是他們令我明白到堅持那份可貴 如果沒有過往的一些經歷 或者每一個角色給我的經驗 我不會一次又一次可以超越到自己 所以我會繼續帶著對演戲這份熱誠 做好我自己,多謝 Han a 首輯 Han a 首輯